哪裡是媽媽和爸爸 這是大家最熟悉的卡通白雪公主 但越接近選戰 有候選人現在也說自己是白雪公主 桃園市區大大的選舉看板 引人注目的不是名字 也不是造型 反而是一旁大大的 國小白雪公主滋樣 讓路過選民看了超有記憶點 因為我自己本身來自教育界 如果你跟小朋友說 你是什麼議員的話 他們可能不太能夠理解 所以家長就給我取了一個外號 叫做文化國小的白雪公主 本尊就是他 曾任桃園縣議會 連續七屆議員的寫章文 而且他的綽號不止一個 除了白雪公主 還有櫻桃小丸子 小甜甜等 這些稱號全都是周邊學校家長 幫他取的 因為長期關心地方教育 所以連小朋友也這麼叫他 因為白雪公主 英雄不欺美 但靠白雪公主 打響名號的不只有他 競選台北市議員的許淑華 日前在競選總部成立大會上 同樣cosplay穿上白雪公主的道具服 仔細對比一看 還真的有些神似 十一月選戰在一集 候選人紛紛祭出奇招 打響自己名號 就是要讓民眾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借靈中正黃文俊 桃園報道